大家好我是九九 那天我去懷患吃那个大辣椒 挺好吃的 今天我也学着那个做一下 做到怎么样 我们就来看一下吧 红辣椒洗干净 一大碗 这辣椒好大 对啊 苹果辣 这叫苹果辣是吧 对 反正我是这么嚼 还有那个 其实我刚才后来买好了以后 我开的辣椒有螺丝胶吗 螺丝胶会辣一点 对应该买辣一点 但是已经买好了 可以的 这种没那么辣 这里怎么腌了 没事 到时候给它切一下 但我不要辣椒纸 我开的它辣 不要辣椒纸 要推进去再拉出来 这个推不到 反正我切的 我不习惯 用力 用什么力 用力推进去再拉出来就可以 我还那么麻烦 算了好就这样 不会搞 你看是吧 哎呦 那个车也抽不出来的 手打滑的 还抠啊 不行不行 越搞越进去了 就这样 有些了 反正搞得出来就习惯 好 再来一次 这点辣椒有没有一碗 有 应该有 不过这个辣椒里面是空的有余地 有些还切的吗 一切 一小 切开 哇 这个辣椒纸不要的 看到那个垫子是没有辣椒纸 好 这个就 可以了吗 可以 就两个吗 可以 那么大一块 嗯 嗯 用纸拿还好 挺不错啊 对 还有水 破开 没辣椒吃 这纸去哪里了 被你吃了 没接纸的 油纸少而已 小细别切到色 还是把这里面的拿一下 嗯 不能有这个东西 反正这个手放到里面也不会辣 对 这种辣椒不辣的 甜甜的应该 对 加了挺糖的 是皮肿 这种技术人家挺聪明的 嗯 这么大一个给它辣椒 切起来的你看挺多了吧 对 这么多了 还以为少了 它以为一接之后不少 哇 哇 这什么东西啊 不知道 奇怪 发芽了吧 我以为是两个虫子 你看 这里面辣椒里面接辣椒 嗯 是吧 这不是两个小辣椒吗 辣椒怀悦了 哈哈 真的 我第一次见到这么样的 你看 这辣椒里面你还接两颗辣椒 对 是的 辣椒籽漂不漂亮 漂亮 像一个球一样你看 对 这里面的籽像不像芝麻 你看 嗯 刚才我给它切开了 这籽好像芝麻哦 你看 哇塞 大芝麻 真的 好了 我们把这个辣椒 放在这个里面 等会好下锅里面 你看 你说还没一碗 看我的碗粘不到了 这怎么办 确实 一会一烫之后 肯定就变少了 那也不一定哦 再变一点的葱 这个底的 切起来 等会变用 切起来还是来一点姜 姜 姜丝 这个切丝也切不来了 太小了 还是改长一下 好了 好了 先放油 炒一下 一碟点的盐 还有一点点的盐 不加多了 反正还有放生抽的 好了出锅 来锅里加点水 姜放上面涮了 刚才忘记炒了 也没关系 反正蒸菜管出来的 它也是蒸出来的 加一点味极鲜 你再来一碟的可爱的豆豉 大大的 这个豆豉香 像羊蛇一样 好了 看来一碟好吃 你看人家有那么多 也没多少 我看了几颗而已 把锅底垫一个碗 来 这个放在碗上 是不是太高了 太高了 有没有小碗 一个小牌子 这个牌子 一碗大辣椒 现在等会就过瘾了吧 盖上锅盖 现在我们来蒸 哟 你个新 来打开看一下 不错 葱加一点 这样就更香了 也不错 带出来 好了 可以开吃了 这是小豆豉 大豆豉 来 看看我炒的这个 不是蒸的 又炒又蒸 蒸蒸炒炒 感觉如何 不错 不辣吧 写到了 再来一块 一块 豆豉 很香 豆豉 炒了这个辣椒里面 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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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美容了 再来一片 好了 一碗饭了三下午除外的 就啪啦啪啦吃完了 这个菜我是第一次做 因为去缓缓 在那个蒸菜馆看到有这个菜 我就回来学着做 今天的味道还做出来了 但是很遗憾的一点 我今天的辣椒选的可能错了 应该我选了个螺丝椒 螺丝椒也是这么大一个大个的辣椒吧 红辣椒 比这个颜色要稍微黄一点 那种做出来就带点辣味 更好吃 好了 下次我就一定要用螺丝椒 调一种大辣椒做碗 红辣椒做